大家好,我是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线,占人体的四十分之一或者是五十分之一 有着特别丰富的血液供应,每分钟流进的血液达到了15毫升到2000毫升左右 肝脏可以帮助完成营养物质的合成分解还有转化的 而且能够参与激素类药物的转化和解读,还能够分泌胆汁消化脂肪 同时肝脏又是一个哑巴的器官,虽然有着特别丰富的血管分布 但它缺乏神经痛觉,往往到最后才会发出信号的 到了这个时候,肝脏可能出现了肝硬化 今天给大家分享,既能够保护肝脏,又能够短时间内搬入肝脏 清除毒素,垃圾,饲养,保护我们感到的一道非常不错的食疗代茶饮 我们先准备菊花,菊花最好选择胎菊 菊花的功效主要是去风散热明目 清肝解肚,菊花干苦微寒,入味精,脾精 菊花的主要功效是降肝火 特别是对于肝火上抗引起的物质肿痛 头晕,目眩,有特别好的调理效果 药理研究发现了,菊花能够显著的扩张冠状动脉 增加冠状流量,提高心血管的消耗量 有明显的解热,降压抗炎的作用呢 我们可以多喝一些菊花茶 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干火 清干明目 如果干火比较旺盛的 可以多喝一些菊花茶 能够清干火 降火 降压 再准备一把绿豆 提到肝脏解毒 不得不提绿豆 绿豆被称之为肝脏的解毒碗 中医认为 绿豆能够清热解毒 还能够帮助体内的毒素排泄 促进集体的正常代谢 绿豆能够结白毒 解披霜毒 解农药毒 解酒毒 野菌毒等等 是解除肝脏毒素最好的食物 所以平时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绿豆相当于给我们肝脏加了一层辅助的 绿豆中含有特别丰富的多彩蛋白酶 绿豆含有的抗氧化的功能 可以保护细胞不如多多的清洗 并且除此之外 绿豆可以解除乙肝病毒的发展 绿豆中含有的本饼氨基酸 可以防止小太阳的癌变 绿豆的降伤者的作用比较好 能够防止脂肪肝的发生 绿豆被称之为是保肝脏的良药 再准备一把白鹤 白鹤具有清热浆火 排毒消肿的功效 如果平时干不好的人可以多使用一些白鹤 特别是鲜白鹤 含有黏制 营养又丰富的 白鹤能够降低肝火 防止肝细胞的破损 对预防胆红素流失的黄胆 有特别好的帮助 白鹤中含有的淀粉 通过水解部分的淀粉 能转化为糖存在肝脏中 所以多吃白鹤 不宜能够为肝脏补充糖粉 还能够降低肝火 预防黄断的发生的 我们买白鹤的时候需要注意啦 选这种偏黄的白鹤 使用起来比较放心的 白鹤具有特别好的清热浆火的作用 还能够清干明目 清热解毒 再准备少许的葡萄干 葡萄干不仅特别的美味 平时要多吃一些的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很多 葡萄干不光口感好 营养非常的丰富 经常使用葡萄干 能够起到特别好的补血的作用 葡萄干的含量是新鲜的 葡萄15倍左右 每天吃一把葡萄干 能够帮助我们补足气血 手抹的面色红润有光泽 尤其是体恤病的朋友们 可以多吃葡萄干 我们洗葡萄干的时候 加入一勺面粉洗 再来一勺食盐 脏洗的葡萄干比较干净 因为葡萄干里面 勾壳灰尘比较多大 不好洗 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加入面粉洗的葡萄干 能够简单的杀菌消毒 吸附里面的灰尘杂质 给的是比较干净的 葡萄干中还有一种叫做 白领卤醇的成分 这种物质能够特别好的 防止细胞的恶化 抑制恶性肿瘤的增长 从而达到了防癌的效果 葡萄干最神体的地方 在于它能够促进肝脏的健康 通过特定的肝脏去生化反应 帮助有效地排出肝脏的毒素 研究表明了 经常喝葡萄茶水 连续喝上三天 能够特别好的排出肝毒的毒素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是很多的 所以平时的时候 葡萄干不光可以多吃 也可以多喝一些葡萄干泡的茶水 再准备红枣 红枣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老话说 一时三枣长生不老 红枣的营养特别的丰富的 平时我们要多吃红枣 不气不血 美容助盐 特别是我们女性朋友们 每天吃几颗红枣 对我们的气血 皮肤都比较友好 在国代的时候 就把红枣放到养肝糖里面食用了 又能够滋补 又能够美容 非常的不错的 特别是肝脏 具有特别好的保护作用的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养生壶中 加入一千毫升的清水 中小火 万一煮三十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说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煮好就可以直接喝了 食材不需要吃的 以免的食材可以反复地煮上两到三次 肝不好的朋友们 一般会出现 脸色拉黄 皮肤发黑 骚痒 出现了蜘蛛症的问题 尤其是眼睛模糊了 出现了夜盲症 视力下降 眼睛比较干涩 眼白发黄的症状 精神上一般表现为四肢法力 精神不振 特别的容易瞌睡的 消化功能一般会出现食欲不振 恶心恶受的症状 还有就是肝不好的朋友们 还会出现了肝脊肿大 月经不挑 牙齦出血 还有就是指甲特别的容易开裂 这都是肝血不足引起的情况 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好好地保护我们的肝脏 养护身体 这道非常不错的代茶饮 可以帮助我们肝脏病疫排毒的 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对防脂肪肝 春天正是养肝的好时机 这道茶一定要收藏起来 经常地喝一喝 对我们生日的好处很多大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小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